有人說 Work From Home 是 COVID 最好的副產品 但有些華人公司完全不想讓員工 Work From Home 究竟為何呢?今天就和大家拆解一下 第一個原因,我會覺得這些公司欺負你 欺負你甚麼呢? 其實欺負你不能選擇,看死你就不會離開 為什麼這樣呢? 當然,有些公司欺負你新移民 這件事其實不只是在加拿大發生 很多移民的地方都會有出現 如果不是,怎會有人說人來鄉戰 好像之前在英國移民靠BNO Visa 的香港人 其實他也有分享過 就是剛剛落地的時候 為了快點有收入 就去找工作 新移民就認識人就沒有 或者沒有那麼多 也沒有當地工作經驗 你找工作一開始,如果想快點有收入的話 可能也要找一些比較基層或入門的工作 例如去做超市或中國人超市 之前也有看過,可能也有分享過 那些超市是出一些走法律 出招 例如用不同的名目 以低於最低工資的價錢 請新移民 這個很明顯就是欺負你新移民 你會繼續做 或者起碼做到你找到第二份為止 或者做到你受不了為止 這件事 第二件事,這些公司也會欺負人 言語不好 可能是說,你英文不好 你真的要蹲在這裏 或者你不想走 或者你害怕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有時你真的去到別的地方 有些東西才顛覆你的想像 就是除了欺負你英文不好 這個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能欺負你連自己的話都說得不好 甚麼事呢 舉個例子 例如中國來的移民 中國的官方語言就是普通話 有些人可能連普通話都說得不好 或者不懂得說 他只懂得說他那條村的那些話 你想像一下 這些人 如果他的語言能力是這麼低的話 其實他去外面找工作的機會 基本上是很低很低的 那怎麼辦呢 始終都死不去 可能就人搭人 認識人 就認識到一些華人的老闆 那他做甚麼呢 你就不要打算做一些很高尚 可能就是做一些清潔的工作 我聽到其實都是很離譜的 那個壓榨情況 舉個例子 例如如果今時今日 Ontario 的最低工資是市薪15.25 舉例假設今天 那他的人工會是多少呢 當然啦 他就聘請你來做清潔 他就不會去 真的簽署合約去聘請你了 他出人工都是出現金工 那你亦不可能會去交稅 那我聽說過 是真的有七八元一個小時 你想想 對比起法定的最低工資 基本上可能是少了一半的人工的 但是就著他這樣的情況 他都會去做的 那為甚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這些工或者這些公司 所謂華人公司的工 其實是沒有那麼扯的 這個如果大家有興趣 他可能會找一集 和大家深入去說一下 柔一點的 沒有那麼扯的 所以他就選擇了 他都沒甚麼選擇 那可能有些觀眾 就比較積極一點 就說 其實這些人應該要去 積極去融入社會 提升你的見識也好 你的語言能力也好 但是你不要忘記 很多這些人 其實他的年紀已經不小 可能是五十多歲 甚至六十多歲 你也不要太指望 他會有甚麼 很大很積極的改變 除了他欺負你 語言能力不好之外 其實他也會欺負你 不懂當地的法例 因為你離你身 就算你知道 你的僱主是走法律 也好 其實你也未必敢 夠膽去挑戰他 因為有些人心裡有很多恐懼 在我心裡 這件事其實在我之前的影片 也有說過 例如 好像我們安省 你有基本的勞工是保障 例如很簡單 這件事跟香港也是一樣 其實是很基本的事 例如你紅一 你不用上班 你放假是沒有賣 這些完全是違反法例的事 他便試你 這些人不出聲 我便過骨 我便省錢 一個 可能你兩百元一天 可能有十多二十個員工 我每個月都省了不少 那些會出聲 我便給你 給你 有些僱主就是這樣 主要就是欺負你 簡單來說 就是這種 這就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就說回工作從家 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跟中國人所謂的勞性 有關係 就算是香港人也是 最經典就是 經常說 香港人最喜歡上班 為什麼這樣呢 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這個民族 或者你本人 你對於上班 其實你一想起 你一說上班 這個字 你會想起那個場景是怎樣 可能在六七十年代 我們有很多工廠 在香港的時候 我們有些工廠雷工 是不是 的時候 可能當時大家 想像的上班的情景 就是有很多的生產線 那些人就站在這裏 也好坐在這裏 也好 這樣就不停手 不停手地去做 這樣 那可能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會有一個主持人 有一個主持人 就在那裏巡視你 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去幫助你 也看看你有沒有人偷懶 有沒有人顧著聊天不做事 有沒有人顧著做自己的事 這樣 那他就是要照顧你 那員工也都習慣了這個模式 這樣 好了 但是現在沒有了廠 一路發展 在COVID前 其實大家都是乖乖的 就是上班 上辦公室 大家都有大家的職員 可能你的職員 你的管理員 就是在遠處的職員 大一些職員 或者他有房間的 他有空來找你 或是打電話 他任何時間 他可以找你 他都有一個職員 去看到你 究竟你是沒有工作 大家的想像 上班 其實都是這樣的 這件事最搞笑 其實員工也是同意的 這個就是大家 都認為這樣是對的 好像之前 我還有香港的朋友 大家都會記得 香港曾經有一段時間 其實他的疫情也是很嚴重 嚴重到大家 都是要從家工作 一段時間 好了 當你從從家工作 要回到公司的時候 雖然我都有跟他聊天 問一下他怎樣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第一天回到公司 我都很不想回 但是呢 我都覺得 其實是要上班的 因為你是在家工作 我怎知道你是不是在工作 我想說的是 甚至是員工 其實他都是這樣想的 他都會覺得 員工上班 讓人看著你是在工作 這件事是合理的 喂 是啊 你從家工作 我怎知道你上班 我怎知道你是不是在同事煮飯 洗碗 吃東西 沖咖啡 看片 打機 我怎知道你是不是在做這些 或者你可能是睡覺 我怎知道你是不是在做這些 他都會覺得 人是需要被人管 簡單來說 中國人是需要被人管 這個成龍說的 不是我講的 這樣是合理的 但是其實 實際上是否呢 舉個例子 好像有一些工作 例如聽電話的熱線 客戶 客戶服務 這些人可能有很多 現在一直在工作 你需要的工具 可能是一部電話 或者甚至乎 你不需要一部身體的電話 可能你是電腦 一個Headset 你可以上班 好了 雖然你的Supervisor 不在你旁邊 你的Manager 不在你對面 但是呢 由你lock-in 上班那一刻 你已經有紀錄了 你知道你幾點是lock-in 好了 到我要去廁所也好 我要放休息 我幾點放休息 我幾點回來 我幾點 on lunch break 我幾點回來 其實是有你幾點 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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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這些東西 就算你的Manager 看你in-person 捉住你 他都不會有這麼precise的紀錄 是嗎 但是你透過現今的科技 其實你是可以記錄了 好了 到時你去聽電話 我有沒有聽到 還是我失去了 我有沒有drop到個call 又或者我講電話的時候 我有沒有斜講 我講成怎樣 我講得好不好 我處理得好不好 這些全部你是可以聽回來的 是不是 你也是可以看回來的 如果你要看的話 是不是 這樣其實是否還有效 可以去管理到你那個productivity 呢 好了 我不只是講 Customer Service 我講一些可能你是做文職的 你是要交報告 你可能是要寫一些東西 放上一些notes 其實 這些東西 你每一天 由幾點做幾點 他有record 你做到幾個 你寫得好不好 你寫得對不對 你全部都是可以看到的 是不是 那其實你有這些 那麼多data的一些證據 去判斷到一個員工 其實你有沒有真的 deliver到你要 deliver的東西 還是其實你偷懶 其實這一點東西 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那欠缺的是一件什麼東西來的呢 其實欠缺的就是 那種 我是不是可以牢牢的 管理你的那種心態 那種就是華人他要的心態 因為他假設 你們是混蛋 我假設你在家裡就是偷懶 我假設你在家裡就不是上班 好了 大家都覺得 我們要一起回到公司 坐在自己的位置 你的團隊就是一個管理的人 他們就看著你做事 之前其實有少許多看過 根據我回到不同公司的經驗 我覺得華人公司 是比較沒那麼扯的 平時 平時沒那麼扯 可能有賴市的時候 但是平時沒那麼扯 那 網的時候 大家全世界都見到你網 沒有問題的 好了 那大家游一點的時候 那要怎樣呢 尤其是一些比較 我不會只是說華人 尤其是一些比較上一代的員工 他上班後 遇到問題就大聲 然後又馬上報告 然後就說自己怎樣跟進 自己怎樣解決了事情 然後就說突顯自己的價值 就覺得其實我很忙 總之你就是白忙 其實上班是一場戲 這個場景其實是一場戲 你呢 是你的角色 其他人其他人的角色 你又怎樣去演好他 看 你就很忙 不忙的時候 你都要假裝你很忙 就告訴公司 我很有價值 你不要炒我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work from home 欠缺那件事 究竟你需要不需要這件事 可能沒有一些族裔 可能某一些人的心理 他就覺得這件事是要有的 我才知道 你這樣才叫做事 這個很重要 這就是所謂管與被管 那種勞性的問題 第三點就是比較宏觀 其實就是一種公司的文化 當然公司是有一個制度 我們 hierarchy 是有一個所謂的上下級制度 究竟這種上下級 是有多公平呢 可能很簡單 以一個中國人覺得 以前皇帝說了算 我頒布什麼 你就跟隨 所以 例如華人公司 他就覺得 政府幾多幾天 就立刻了 一定要work from home 大家就不要work from home 幾多幾天 開始的星期一 大家就全世界一起回到公司 可能那時候 其實疫情是不行的 都是 但是稍稍延遲 新嬌肉櫃的管理 或者 director 他都很害怕 那他會怎樣 大家回到你 就不要鬆懈了 戴口罩 就帶足整天上班 其實大家幻想一下 如果你在一個位置 戴口罩 七八個小時上班 其實都很辛苦 你耳朵都會很痛 何況你在做事 我們都呼吸 不是很好 但是他亦都怕你走來走去 如果你去洗衣室 如果你去 你想下樓 拜託 你戴上你的眼鏡 你全身衣服 才好快走去 我經歷過這樣的情況 反過來我會在想 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這個環境 那麼不安全的話 其實我們是否不應該 在這個環境出現所謂的上班 是不是 這件事其實 是不是很諷刺呢 我想說 在這些公司主要是 我說什麼 一刀切你們跟 但是 所謂其他的主流公司 例如 如果有Unionized 公司 究竟會是怎樣的呢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現在的這個情況 公司就說 我們要開放一個 Phase 2 這樣就會接收一些 街外的客戶 他可能在場地上來 就想和我們聊 這樣 那為了要 補充這件事 那就一定要有員工 就在辦公室 那裡 就去見這些客戶 好了 那究竟 有多少員工 那個移動是要回辦公室 有多少個 是要在 工作從家 怎樣輪 怎樣去選擇一些移動呢 是不是 那可能大家有 大家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的管理員 只是看我們的團隊這件事 他是不會 啊 發電郵了 幾時幾時幾時開始 我們呢 就要進入這個 Phase 2 那大家就要按 這樣按 他是不會的 他是怎樣呢 他首先可能發電郵 我們有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一起去收集大家的意見 大家怎樣 我們會開會 那那個會 大家就發出很多大家的想法 出來 那之後可能呢 就come up with 了一些 options 例如兩三個options ABC 那樣 那他會再發電郵出來 那每一個option 有些什麼 Pros and cons Pros and cons 那些收集出來 那到最終呢 大家是投票決定 去做哪一個option的 那那個情況可能是呢 manager覺得 option A 好些 在他的perspective 他覺得 嗯 這個option A 我可以少一些東西 是不是 好了 但是可能在員工的角度呢 我覺得option B 好些 因為 我們有不同的concern option B 就 take care 到我們不同的concern 那我們就 就是覺得 comfortable 些 這樣 好了 但最終的決定 是投票的 投票決定 那可能我們高貨這件事 那我們會試一路走 那樣 因為對他們來說 為什麼manager要這樣做呢 他覺得 因為這樣大家做 這個shiver要大家 去走的 第二 就是他想知道你的意見 因為這件事都是新的 他不會假設 他認識了所有的東西 他知道所有的東西 他說其實 COVID 以來一路的shiver 和從家 其實都是大家一路試一路改 一路試一路改 走到現在 好了 現在我們進入第二個phase 我們要怎樣做呢 其實他都會用到這樣的形式 這個就是我覺得 一個很大的對比 因為我兩個公司 兩樣東西 我都經歷過 他怎樣去實行這個公司的文化 而是去令到大家都做得開心 或者 你不會一百個開心 因為大家始終會有 有一個不同的位置 的一個利益點是不同的 但是起碼 大家是一起做出這件事 而是比較可以是可行 一路走下去究竟是怎樣 那個文化是完全不同 雖然每一個公司 都是有它的hierarchy 你有你的上級 你的上級有他的上級 但是 在一面倒 我是你上級 你就要聽我說 他不是皇帝 你不是一定要這樣聽他說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是有商有量的 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見解呢 當然我所說的是 我以上說的是 我自己個人經驗 大家有其他經驗的話 歡迎留言和我分享一下 今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